今天我们来看一块苹果的三星 这种A1398的硬盘最近也是我这边的常客了 因为就在上一个月我就接到了五块一模一样的 拆黑胶都拆到我要吐了 这种盘拆完一次黑胶还不够 底下的焊盘以及芯片边缘还要一起打磨掉 才可以把芯片放进线位框的 非常的耗时耗力 烙铁头我这边都磨坏四根了 今天这一个盘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轻松剪个漏 虽然对方没有明确说明 但我怀疑它大概率应该是进水以后导致的故障 可以看到后面这个防水标都变红了 而且这一排电阻也变成了绿色 所以我推测之前进水的部位应该是在后面这一段 硬盘的前半部分我暂时没有看到什么异常 刚才我上级检测的时候 这个主控是可以检测到信号的 但是硬盘里面的内容无法访问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后面这些元件 进水腐蚀以后才导致它无法被识别的 为了方便参考 我们先找一个包好的料板来对比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一块坏盘吧 坏盘上电稳定以后 电流是在0.472之间跳动的 再换这一块好盘 好的这一块稳定以后 电流是0.452左右 两块盘之间差了0.02 最坏的打算就是干颗粒去重组 运气好的话 有可能给它后面清理干净就能认了 所以我打算先堵一下运气 虽然说是堵运气 但我这边几乎每次都是堵到最后 都是以干颗粒收藏的 还是先把这个盘的屁股给它擦干净吧 前半部分没有进水的我就不洗了 因为我害怕洗出新的故障 好像差不多了 接着再给它简单的补一下锡 我们再来给它通电测试一下 通电以后这两个状态灯是没有问题的 进到程序里面 这个进度条走得这么慢 我估计还是不行啊 果然还是一样 提示着一个硬盘ID读取错误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排店主进水后 导致他们失效了 为了弄清楚问题 我这边又找来了 上个月被干掉颗粒的料板 这里刚好有一排店主啊 我们把这一排店主全部给它换掉 这一排就全部不要了 我这边的温度开的比较低 因为我怕它底下爆锡 接着我们再给这一边的焊盘补一点锡 拖一遍就可以了 最后按顺序把这一些电阻给它贴好 电阻换完 这块硬盘依旧是无法访问的状态 看样子我还是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最近有网友跟我留言 说没看到我拆芯片还有直球的过程 那么待会我就让大家见识一下 我刮黑胶时狼狈不堪的样子 其实上一周也有一名网友联系我处理这种苹果的硬盘 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他尝试恢复 对方当时已经是在本地尝试过了 再来找我 我也只能给他报50%的概率 死马当活马医的那一种 不只是二修 一修盘我也是一样给大家报50%的 只不过二修盘要在50%的基础上 再减掉二分之一而已 结果咱们聊了大半天 还是纠结在概率的问题上 最后我是回复对方说 非常抱歉 这个盘我接不了 建议找一下其他概率更高的地方尝试吧 因为这种我真的很怕 其实之前也有网友跟我通电话 问概率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 大部分问我概率的网友 最终也没有找我处理 估计还是听到我这边 恢复概率只有50% 不敢下注了 就暂时先放到后备箱里面当备胎 但是有一说一 概率这种事情 对于我们这种维修行业来说 本身就没太大意义 在没有看到硬盘之前 报多少都是虚的 颗粒的黑胶 我已经全部刮干净了 因为这一个颗粒 是要上测试架读底层的 这个吸球就不需要再重植了 刚读了两片颗粒 我就没有继续往下读下去的欲望了 因为从里面读出来的资料 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 ECC纠错模式了 如果不打开的话 红的只会更多 当时我问对方 这一个盘是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使用了 对方回复到是有两年没有用了 毕竟这一个颗粒放了两年时间 有漏电是肯定的 再加上前面将近七八年的使用时间 颗粒肯定是会有老化的 所以固态硬盘损坏以后 如果里面有重要资料的话 还是尽早去处理吧 毕竟时间不等人 小汤之后再加上一年 再加上一年 我们下屏后再加上一年